世界上最持久的动物 交配时间竟需要足足21天 就算它们已经这么努力了 数量却依旧稀少 这到底是什么动物呢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在我国西藏地区 生活着一群高原精灵 它们毛发雪白 头顶长脚 看起来温顺有礼 但谁能想到它们的交配期竟长达21天 这种动物就是藏羚羊 相比一次交配就23个小时的响尾蛇 藏羚羊采取的是少量多次的方式 它们每次交配只有几秒钟 但却可以连续交配21天 当然不是每一只雄姓都有资格娶老婆的 为了争夺交配权 雄姓之间会先展开一场大战 胜利者可以获得一整个后宫 由于藏羚羊更喜欢和同性待在一起 所以平时雌姓和雄姓会分居两地 直到发情七十两群藏羚羊才会会合合 在相亲大会上 男士们会大打出手展示自己的强壮 而女士们则在一边悠闲地吃草 当然也会时不时地看两眼赛场上的小伙 不过在确定关系前 藏羚羊也懂得以手为功 面对如此矜持的雌姓 雄姓藏羚羊更是茶饭不思 一头扎进雌姓群体中 对她心仪的女士们展开热烈的追求 正可谓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等到雌姓终于想通了答应她以后 雄姓藏羚羊才会和她的众多妻子们交配 虽然一次交配只有几秒 但是这种行为却能持续21天之久 完全弥补了单次时间短的问题 藏羚羊为何会如此奇葩呢 交配时间近长达21天 堪称史上最持久的动物 藏羚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藏羚羊之所以会进化成这个样子 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 一方面 由于单次时间短 所以可以随时躲避天敌的袭击 另一方面 为了保证雌姓受孕 雄姓可以进行多次交配 这有利于他们广撒网的生育计划 怀孕后的雌姓藏羚羊简直就是一群铿腔玫瑰 他们很快就会恢复男女有别的状态 不同性别的藏羚羊会分别组队 朝不同的方向进发 令人意外的是 雌姓藏羚羊对可可系里非常偏爱 无论身处何方 他们都会准时赶到这里缠载 可可系里就好像是藏羚羊的妇幼医院 关于这种行为 有以下几种解释 首先是基因说 怀孕的雌姓在前往可可系里的途中 会遇到天敌捕杀 通过迁徙的方式可以淘汰一些老弱病残 筛选出身体强壮的藏羚羊继续繁衍后代 使良好的基因得以传承 第二种说法就是气候说 因为藏羚羊生活在环境恶劣的高寒地区 为了减少环境对小藏羚羊的影响 所以它们会选择前往海拔较低 气候适宜的可可系里进行生产 另外 根据食物说认为 由于可可系里的食物丰富 这里的水中含有大量矿物质 这对藏羚羊来说就是天然的钙片 但是 无论藏羚羊是因为什么原因迁居可可系里 它们的幼崽在出生后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交配时间长达21天 不远万里进行迁徙 竟只是为了生孩子 藏羚羊到底有多神奇 所有的藏羚羊基本上都出生在单亲家庭 因为雄性是不会跟随雌性迁徙的 这样也是为了减少食物的竞争 出生后的小藏羚羊 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站起来 否则就只能沦为捕食者的盘中餐 甚至有些食肉动物会直接守在附近 等小藏羚羊一出生就直接捕食 等这些幸存的幼崽长大后 雌性藏羚羊就会把它们带回原本生活的地方 等它们组成新的队伍远居后 就又到了交配的世界 虽然藏羚羊的交配时间已经很长了 但由于它们每胎只能生产一只 再加上环境恶化 天敌捕杀 以及人类的猎杀 藏羚羊的树木曾经出现断崖式的下降 人们之所以会大量猎杀这种动物 基本上都是为了它们身上的藏羚羊羊 但令人遗憾的是 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藏羚羊羊及其制品帽子 并未得到有效打击和制止 但好在我国从上个世纪开始 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并落实了一系列措施 截止2021年 藏羚羊的数量已经从当初的5万只增加到30万只 如今已经从冰微物种降级成净微物种 然而 对于这些藏羚羊来说 它们并不知道自己的种群曾经经历了什么 依然在这个巡回里重复着生命的循环 对于这些藏羊的形象